沙田在主場上已經是今季的借墨戰 對手就是四海流浪 沙田這場比正前排出來的陣容 唯一的變動就是援帳方面 因為這場起動了吳日海 而范專業就退居後備 其餘變動不大 發比要留意一下 對上兩場都有波浪 而四海流浪方面 他們下週要應付足中杯四強 拒住公民的關係 所以陣容上是有少許調整的 梁卿傑這場比正常上場 另外中間方面由滴不答拍著私敵 另外還有林學希葉 金揚波連後備也沒有 基蘭馬退後備 黃森劉倫有一個攻勢 大啟槍頭長頂了一波 但沈國強當然不遠之下 結果被劉浪群接到 隊長寶羅來一個遠射 可惜拼來目標 之後美高有一個途程幾遠的自由球 但被梁兄傑接失 之後沙田這個攻勢都做得相當不錯 美高接變了傳送之後 來到地坡傳送 給到剛剛入鏡的後賞 球員發比就成為1比0的比數 當時是上場的24分鐘 沙田領先1比0了 這個直線給了我力圖 力圖也給右手邊的球員 最後也給王鎮宇這下 可惜不太夠力 所以梁兄傑就輕易接殺 劉浪第一場晚 以一球擊敗了沙田領先 所以這場球 心理上也有優勢 在這個時候 斯迪一個後爭 就為劉浪追成平手 入球員是迪達先對 這個時候 安道 比多保羅 保利都允許了 範圍軍可惜 這下 處理得真是好頑 半場雙分 打成1比1平手 第一次來到下半場 安道有個自由球主理 但是是由保羅射的 因為散了人牆 之後沙田就要打小過 6號的羅永倫 侵犯了對方的球員安道 所以要不在地牆 來到這一邊 兩邊球有個碰撞 沙田的賴啟唱和 劉浪的姚偉 在中場線的碰撞之下 姚偉受傷倒地 但是球證爆色 給了兩人一張紅牌 劉浪就要打小過 沙田就要打小兩個 賴啟唱當然就很不服氣 連隊長被一張都扔到地 但是之後沙田的攻勢 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如果這一刻射門 不是被劉浪的球員及時解決的話 也有機會領先2-1 這個時候 基南亞就有後面入體 到了這邊的安道 過了對方的球員 他射過去 救了出來 可惜這一刻 劉浪的球員又把握不到機會 射成2-1 暫時還是打入 這一刻 尾高和五弱可 有些少失誤 沒出錯 都是輸過各球 這一刻 頭場也接應不到 這一刻 最終雙方便打成1-1 不停手 很差 一直以來 外國很難控制 情緒 其實 你看我數 我們打得差不多 都是1-1 沒有攻擊 差不多有七場過 那時候沒有任輸 中處 中美 那些新人 始終是年紀輕 你看見我們很多新人 所以 一個新人也很辛苦 一些滴高 人不見人 翻一下不翻一下 聽得粗 去林樂熙又不見人 這兩天又不見人 有時你怎樣安排他 踢正選 或者怎樣 很難報算 他覺得不羈的性格 很難很難 再配到這個球 又聽話 又厚波 這些相片 真是可以不可求